相信看过爸爸去哪和妈妈是超人的大家 肯定都会深深被恩恒的高情商 满分情话技能所吸引 恩恒严密的主语逻辑 搞怪的表情 还有一脸认真的神态 简直承包了姐姐阿姨的一年的笑点 恩恒常常会做出一些暖心的举动 这里不开度将和霍思燕跟恩恒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相处模式让人感受到平等和尊重 从恩恒和霍思燕的日常相处中 时不时可以看到霍思燕撒娇示弱 而恩恒的表现则是妥妥的一枚男子汉 恩恒会端水给妈妈洗脚 看到霍思燕脚磨破了 就问妈妈痛吗 霍思燕难过的撒娇说太痛了 去商场滑滑梯时霍思燕觉得滑梯太抖了不敢滑 恩恒则会霸气的对霍思燕说 妈妈别怕 我保护你 试问谁不会被这枚软萌又霸气的男子汉感动到了呢 有一次霍思燕问恩恒 女朋友排第一还是妈妈排第一呀 恩恒不假思索回答了是妈妈 把霍思燕都感动到了 不得不说恩恒的情商真的很高呀 小小年纪就懂得讨妈妈的欢心 很多人都疑惑 为什么给恩恒起这么一个小名 其实霍思燕曾在节目中解释 儿子的小名之所以叫做恩恒 是因为小宝贝刚出生时 无论是肚子或是想喝奶 都不会像其他婴儿一样嚎啕大哭 反而总是发出恩恒恩恒的声音 让一旁的主持人忍不住赞叹 好洋气啊 所以就有了这个让人忍俊不禁的名字 有了恩恒这一个名字后 霍思燕也才调侃到 那等下一胎生孩子的话 要给他起名叫I your way了 霍思燕也曾在节目上假装自己挺着个大肚子 跟恩恒说自己怀孕了 怀上妹妹了 谁知恩恒的反应量了 一下子就试破妈妈的演技 还说要先看妈妈的裙子看看 杜江都没眼看 最后恩恒还说里面一定装着一个球 气鼓鼓说妈妈骗他 看来恩恒确实是很想要一个真正的妹妹呀 其实在节目上就能看出恩恒对别家的妹妹是非常疼爱有加的 在2017年恩恒和爸爸杜江一起参与录制爸爸去哪 在节目中他搞怪 调皮 幽默 又带有超越年龄的机制 喜欢与杰斯普争夺大哥的位置 虽然年龄小单个子高 这使得他与杰斯普争夺大哥位置时多了几分底气 他迷恋着小泡芙 经常对爸爸喊要去找泡芙 甚至还趁其不被清了小泡芙的脸颊 杜江满脸震惊和不知所措 这也成为节目中的一大笑点 而霍斯燕见到小泡芙就抱住他 还叫他以后要当他的儿媳妇 可见霍斯燕也是特别喜欢小泡芙的 也对 小泡芙真的是人见人爱的可爱宝贝 这也让钢铁直男陈小春为之疯狂 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会